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有民族威王的信念 才是我们生命中 掩不住的阳光 电视剧《掩不住的阳光》 改编自开国将领乔信明 和夫人于林的 同名自传题小说 大幕刚刚拉开 就给大家展现了一段 沉重的历史 就是我们这个乔将军 当时也是红氏军团的 方志敏 也是手下的一个 得力的干将 而且当时他们这支队伍 实际上带着一个沉重的使命 就是要为了打开局面 北上抗日先前队 突围的时候 因为整个红氏军团 等于是遭受了这种挫折 同志们 大家不能消沉啊 虽然现在我们遇到了 暂时的困难和挫折 演不住的阳光 我觉得这个名字起得非常好 它没有那么刚性 在表达这么沉重的主题的时候 而且它始终牵引着人的精神的力量 给你希望 而且很准确在表达这个题材上 充满了革命的浪漫主义色彩 不论是从文学的角度 还是从引领斗争的方向上 这部袁小说这个名字 也就是非常非常好 待到一朝红日出 冰雪消融的时候 他们依然可以挺起粗壮的腰杆 迸发出万千枝条 同志们 要振作起来 要努力向前 这个里头我们也做了大部分的 就是做了很多篇幅 在描这个掩不住的阳光 就是心中的理想 面临那么残酷的斗争现实的时候 方志明 鼓舞着大家坚持斗争下去的时候 一直在说 只要大家坚信理想 阳光终究不会演出 一定会照亮我们的生命 就这种感觉 莫要流泪 莫让敌人消化我们 方主席 军团长 王市长叫一场 所以几个段落当中 当方志明去鼓舞 去传送这种精神力量的时候 我在人物的表现当中 都是让他浸着泪水的 用这个东西我来解释 一个就是说 为什么他的眼中常含着泪水 因为他对于这个土地来的深圳 好剧不仅需要好的题材和利益 更需要好导演的罢官 我觉得说陈建导演 这个只是战争戏拍得好 这对他是一个绝对一个大的物件 但中国军人不能当闹钟 逢敌必亮剑 绝不含糊 好 于伦兄 说得太好了 陈建导演是一个很深邃的人 很有思考能力的一个人 狱中斗争这段 你都把握得非常好 不管战争也好 还有监狱也好 其实还是抓住一个最基本的 就是真实 就尽量地还原那种真实 只是在用不同的节奏 把握这个戏的进程而已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不管是从行业 还是从观众的角度来讲 我们都很容易通过一种 类型的作品 然后把它做一个符号 强加给这个创作者身上 铁标签 这个是对艺术创作规律 不很熟悉 相对缺乏尊重的一种认识 你们有没有想过 另外一种可能 什么可能 看插地形 准备暴动 掩不住的阳光持续揉过 更多精彩内容 还在等着您的发现 我是刘志冰 咱们明天接着聊 明天